大家好 欢迎收看 这样请投资 昨天台积股盘中跌了85点 我说主要在跌台积电 昨天台积电盘中跌了10块钱 担不担心 这个盘讲过了恩变 如果只有跌台积电 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所以昨天我一样告诉你 有些股票是可以买 今天台股有继续跌吗 今天台股涨2 3点 今天上涨一定有很多人 这个盘要报股过年了 你也没有在怕封关 先给各位一个结论 封关7个交易日没有开市 7个交易日买盘被压抑 开完盘之后 这些买盘会不会宣约出来 所以来看一下去年度的封关 当时封关日期1月30号 封关的指数9932 这个位置 开完盘之后呢 指数大涨2265点 来到12000多点 这是去年度的一个封关 开完盘之后的一个大行情 那今年度封关之后 开完盘之后 会再涨2000多点吗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我讲过 今年度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多头行情 有什么长线的一个多头的一个消息 在后面等你 上个礼拜 我们跟你预告 当中美之间两国要开始签署 首阶段的贸易协议 它不会只有签一次 因为中美贸易大战打了快两年了 那它两国之间的一个争议内容相当广泛 它不会签一次协议就结束 就涵盖他们所有的讨论内容 它一定会签很多次 因为涵盖的内容太广了 所以有没有欠 有没有欠 光是第一阶段的一个协议内容 中国对美国就增加采购 2000亿美金的一个商品 那美国对大陆将它从汇率操纵国除名 第一阶段好消息出来的 还有没有第二阶段 还有没有第二阶段 中美二阶段的协议会减更多的关税 这是我上个礼拜所提供给你 未来中美贸易协议的相关讯息 你都会印证 你也也多发声 所以接下来更多的协议内容 会刺激全球股市往上走高 因为大部分他们两国之间所签的协议 都跟经济议题有关系 除此之外 对岸 中国大陆 央行降准两码 释出来一个资金活水高达8000亿的人民币 相当于4兆的台币 那这个4兆台币我讲过 经过货币的一个陈述效果 会高达20兆台币 那这20兆台币都会留在大陆市场吗 它一定会外溢到亚洲其他的国家 包括台湾 也是如此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 春节之前 对岸的央行 在春节期间 就已经达到4000亿人民币规模的一个资金活水放出来 这8000亿 不可能在一个月两个月就发生 但经过他们银行的一个操作 他们进行MLF跟四天级的逆回购的一个操作 光是春节期间 就要释放出4000亿人民币的活水 这就是干港原理 这又陈述的一个效果 都被我讲中 所以这些钱会不会留到台湾股市 会不会新台币升到二字头了 新台币本来从31块7 升到29.8了 这不是升值吗 钱有没有进来 钱有没有进来 钱进来就是买股票 不然就是做期货 这是外资的一个策略 很清楚的一个脉络 所以这么多的一个大利多在后面 会不会像去年度封关之后的一个大行情产生 不用去猜 多头行情能赚尽量赚 不用去猜什么高点会发生 也不要去猜什么头部 1268早就不是我认为的高点了 所以我希望 建筑的行情 该报股过年的 你就安心的跟我报股过年 七天的时间 买盘压抑在那边 一些强势机肌股 你不报股过年 开完盘之后 没有低点让你买 没有低点让你买 这一档秦成 去年年收创下率新高的一档标的 礼拜形态突破 要不要买 买在92块半 很精彩的一个讯息时间跟你对过了 保证定成交的一个价格 买完之后 有没有大赚半根以上 一买就赚 没有浪费你的时间 礼拜又涨快5% 礼拜三继续强攻涨停 三天看到两坑涨停板 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你要跟着动作 否则礼拜四 你又看到他秦成 大涨了5.6% 再创破段新高 四个交易日 28% 这是不是多多航行 如果不是这样多多航行 七尔老师 没办法创造出 如此漂亮绩效 所以整个秦成的架构 1234 四天 28% 今天秦成 再创新高来到116.5 五天刚好30% 平均一天6% 定存一年1% 这怎么比较 当然股票的一个投资 高报酬 伴随的是高风险 竟然是有没有帮你控制到 你风险的一个降低 为什么我选股非常严谨 为什么我说过 不是基督股 我不会待会买 品质保证的选股方向 首要之二 首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降低你的风险 降低风险之后 利润 有没有办法扩大 有没有办法扩大 一二三四五 五天的时间赚了30% 你手中的持股 有没有达到这样的量力绩效 如果没有 似乎你要跟钱一侧 转个方向 如果你跟的人 是带你走错方向的 你要改变啊 否则 逆次操作 或是跟错人 那种痛苦的一个心理层面 我很有感受 因为很多心经会员 会把他们的苦衷 跟我倾诉嘛 之前跟错哪个老师 之前跟错什么资讯 等等等太多了 所以我希望在封关之前 能报股过年 赶快报股过年 要太弱的强的 你不会动的 开放盘之后 不会涨股票 赶快换到我的股票 否则到时候 开放盘之后 你看我带会你的标的 还在数钞票 结果呢 你心里在堂学 这样不好 这样不好啊 整个清晨啊 你只要跟我买在够低的 今天早盘这样震荡洗盘 你就不会被洗掉啊 懂吗 这个位置你怕不怕 如果你昨天才买的 你会怕啊 但是如果你是礼拜 跟我买的 会怕吗 我没有带你出 你就不用急着出 经验度的行情 切老师 有没有带你不停的 往前撑 奔跑 你的获利 有没有如此的一个 在奔跑啊 一档一档往前走 我带你的资产 不断不断的变高 不是只有一档而已啊 所以这档 原项的一个架构 属于期的概念股票 10月25号 第一波单操作 130.5麦 卖完之后 有没有打价 打到127耶 回档四点止跌 要不要卖 我说会转折向上耶 他有没有从127 转折向上 127在这儿 涨上去 我说在嘎空啊 是不是 第二阶段操作 我会不会先卖一趟 有啊 卖完之后 横向整理 横向整理的原项 我利用1月6号 大盘重挫的同时 告诉你 如果你原项没有卖的 可以留 原项如果有卖掉了 今天跟我进场 再度的进场 强势整理的一档 基欧股啊 他领先大盘 创新高耶 1月6号啊 1月6号的位置 再来看一下嘛 1月6号台股是不是回答 原项有跌吗 原项还创新高耶 来到156.5耶 当天我告诉你 153买进买回耶 是不是 为什么 原项去年度的营收 相当漂亮 11月营收年长率高达42% 12月营收年长率高达90% 那重点是 SWitch去年度12月份 在这个广大的大陆市场 才开始开卖 那大陆的市场是如此的宽广 兵家追逐之地嘛 好不容易 任天堂的SWitch进去了 可以卖了 你认为今年度的原项 会不会因为SWitch的开卖 让它的业绩水涨船高 所以我已经看到 原项今年度的业绩 绝对比去年度要好很多 所以呢 1月6号 当天大盘重做 原项153 买啊 买啊 隔天1月7号 还有153可以让你买啊 当天大盘又跌了73点嘛 原项不跌啦 强啊 平盘153嘛 最低150啊 绝对买得到 1月8号 最关键性的一天 原项153附近还在买 1月8号嘛 你自己看一下 当天就是我告诉你 最佳买点的同时 有没有 大盘数连跌4天啊 上贵指数呢 连跌4天 来到生命线的支撑嘛 记得吗 大胆跟我承接啊 不用怕 一档股票 如果未来会脏 建老师就不厌其 把人告诉你 赶快进场 赶快低接啊 153没有买的 你看一下隔天没有低点了 隔天1月9号大涨9.3% 拉出中长红 第一趟 第二趟 第三趟的操作 每一趟都赚钱 完胜 隔天1月4号 在平盘附近震荡 我说在洗盘 我告诉你还会再涨 上礼拜我们吧 涨到165.5还会再涨 礼拜有没有涨 涨了3.7% 礼拜三有没有涨 涨了4.6% 当天台股跌87点 原项还涨了快5% 再创新高 理由 是我当天给你个建议啊 是不是 所以当昨天的原项 回档修正 我说还没涨完啊 涨多的回档 我为什么告诉你没有涨完 我为什么告诉你 你想低接的要不要跟 大涨小回 大涨小回 大涨小回的架构 这是多方结构 非常漂亮的一档示范股票 像这种股票 如果纪念度的业绩 还会大度成长 跌的时候要不要买 跌的时候要不要买 你所看到一档 几乎性的个股 昨天在回档了 千老师不会躲起来 你放心 我会告诉你他的后事 我会告诉你 接下来动作 应该做出什么样漂亮姿态 对你资产 才会产生一个正向的一个效果 所以昨天跌嘛 我说还没涨完 今天有没有涨 今天涨两块半 你又做吧 整个原相的架构 我说他还没走完 他还在嘎空 你看一下原相的空单 是不是一路往上增加 空头不退 多头的走势就不会停止 你继续的慢慢的看下去 如何在封关之后 原相的表现 会让你继续的一个 再度的一个经验 所以该报过年的 千老师一定告诉你 勇敢报下去 七天的一个买盘被制服 被压抑的效果 会在开红盘之后 一发不可收拾 谢谢大家在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成路故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公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谈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小 灵活攻守 正能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感谢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啊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了 是哦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路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被动云建的奇力心 在11月7号 这个位置相当的关键 它已经回不去了 87.8黑鸡棒 跌的时候告诉你可以买 你熟悉超过 一万多张的被动云建极有股啊 量大好进好出 真的又好赚 你每一趟都有跟的 获利的一个绩效早就超过五成啊 87.8带你买 上去12月26号129带你买 超过五成 赚了N四方 真的赚到变过啊 对不对 真的很好赚啊 它走完了吗 如果它走完了 我就不会这样跟你分析啊 没有在129啊 还涨到141吗 重点它回档修正 跌下来 我说要怎么低接回来啊 千老师给你预告 总是会付出行动 不是出一支嘴 可以说不可以做 这样就没效了嘛 所以呢 告诉你 要怎么低接回来 其力薪隔天1月8号 关键性的买点嘛 1月8号啊 强势止跌其力薪 120买回 124出 短线做了4块钱的价差之后呢 没有看坏 没有看坏啦 要怎么再度的把它低接回来嘛 很清楚吧 这礼拜 其力薪 来到这个位置啊 一样又来到120附近嘛 所以呢 19.5再度的做承接 非常的干净利落 当天其力薪跌不是涨 所以礼拜很多党被动元件 我是站在买方的 是 包括我其力薪嘛 19.5再度的接回啊 平板以下你敢买吗 我问你啊 一档股票在跌啊 你会不会在支撑性的买点做承接 如果你知道支撑在哪里 那个出手的位置 纵使跌 你一样敢出手 但是 如果一档个股的支撑 你不晓得在哪里 你就跪了 没有没有票票 你就揣在等啦 你根本不敢出手嘛 是不是 但是 所以礼拜的其力薪 19.5接回啊 隔天就不一样了 礼拜是平盘以下可以买 礼拜就没有平盘以下的位置 让你买了 没有错吧 所以礼拜一重要 礼拜马上跳空大涨 没有低点让你买了 大涨9.4% 礼拜到了礼拜二 两天就超过一根 超过10%嘛 礼拜四昨天其力薪 又大涨5.1% 今天其力薪呢 来到137 创下波段新高 像这种强势集合股 暴股过年 暴股过年 它当然都还没有走完啊 其力薪背后 有什么样基本面的利多消息 你自己去翻翻 你就知道 其力薪的架构 为什么我们赚完五成之后 还要继续赚下去 给你每一段的利润 你都要跟得很紧 你才有办法产生一个 获利陈述效果 要赚五成不是那么困难 大多头安琴我一定办得到 就看你要不要跟而已啊 波段价差我都做给你啊 怎么进的怎么出的 我难道没有拿出贵人口序来给你对价吗 难道是用事后看读说故事吗 画圈圈吗 低点画个圈圈 高点画个圈圈吗 然后用这样一笔吗 低点买高点出 低点买高点出这样子吗 我如果是这样分析 你早就把我的键幕关起来了嘛 是不是 因为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 对你的操作 一点帮助都没有 是不是 另外这一档被动元件的大翼 12月30号 形态突破开始买 当时候从50.6附近开始买的大翼 也有没有冲上去啊 突破买了就往上冲 冲高了27%之后的大翼 1月7号60.4我有卖 对 先避开短线的风险 卖完之后 我说被动元件没有看坏 进度的被动元件的供需 我已经讲过的恩变了 既然供需没有问题 产业的一个循环往上 那股票没有看坏情况下 低点要会买 1月8号大翼强势止跌 57.2买进买回 高点有卖嘛 高点几块钱卖的60.4吗 57.2买进买回 上去 63再卖一趟 为什么要卖 量价不对称啊 当天已经给你分析过了啊 量价不对称 所以1月12号大翼 63先卖一趟 而且我在我盘中的一个 抠讯告诉会员 只是暂时无法过高啊 有没有看到 暂时代表它未来会过高吗 1月10号卖的时候 没办法过64.5的高点吗 暂时而已哦 所以我告诉会员 暂时没办法过高 所以卖完之后 被再接回的动作 当天63卖完之后 股票回档来到59.7 1月13号 礼拜一就是礼拜一 只跌了大翼60.7接回 时间价格都给你对过了 保证一定成交 我又做到了什么样一个姿态 低进高出 高出完再低接 做股票唯一的至胜的一个途径 就是要低进高出 高出完再低接 高出的资金看你是要 接回同一档标的 还是转进一档低基期 快要发动个股啊 你的资金才有办法活用啊 才有办法达到一个获利陈述效果啊 不是报上报下好不好 所以呢 大翼礼拜60.7接回啊 礼拜四来到67.4 再创新高 这样又多了十几% 没有错吧 60.7到67.4 没有超过10%吗 再创新高耶 今天大翼一样 继续的走高 第三趟的操作 报过年 报过年啊 除非礼拜 他的量价失控 或是不对称我才会卖 否则原则上 这一档大翼一样 报股安心过年 因为我刚才已经给你一个数据了嘛 今年度的行情 会不会像去年度的一个封关之后的大行情 去年度封关1月30号 大门指数收在9932 结果呢 最后的指数来到12000多点啊 大涨2265点啊 去年封关啊 在这个位置啊 结果大门指数涨2000多点啊 那今年度的封关呢 会不会像如此的一个走势 大涨2000多点再来一次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不用去预设立场 我只是告诉你 今年的行情 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多头行情 该给你的分析 某个精确的数字 不然中美贸易之战之后的一个协议内容 会很多的利多侠息在出来 以及对岸的一个人民币 释放出来一个资金活水 高达两四兆 不是四兆而已啊 高达20兆的一个台币的一个效果 将会让台湾股市呢 水涨船高 所以七天的年假 接下来开放盘的行情呢 买盘一宣洁出来 很多档股票 如果你没有报股过年 开放盘之后 你是没有低点可以让你买的 你是买不到低点的 我先这样跟你讲啊 所以 第一个时间来跟我买 真的很重要 好不好 短线走高的股票不要去追啦 压回才可以买啊 比如说这档股票 在礼拜一 我说他最新的12亿收 是70的一个新高 形态突破 可不不买 当然可以买啊 绝对可以买 买完之后礼拜三 我说趁大盘重挫 黑鸡胖低接啊 黑鸡胖代表我们低接在平盘之下 很清楚吧 那礼拜四呢 就拉出中红啊 这一根中红代表我们赚五块钱 昨天你有没有去查 这个是哪一档股票 很多人都猜到了啊 在我的赖鸡群组说 这是哪一档 恭喜你猜到 但是 今天他创高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有没有去追高 嗯 你自己有没有追高 这档股票创高 之后有压回啊 我是黑鸡胖代会员买啊 买在平盘底下 这个切好是拿手绝活嘛 反市场操作 股票低的时候 我最喜欢出手 我最喜欢买啊 所以什么时候你要看我节目最幸福 大盘不好的时候 大盘重挫的时候 你看我节目特别有收获啊 所以呢 礼拜三这档股票 趁大盘重挫 我低接 低接完之后 昨天这档股票中红 涨五块钱 赚了 今天呢 今天呢 你如果是今天他创高 你去追的 你买下今天短线的高点 你最好来找我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我要加入金豪斯的行列 你才有办法避开所谓的一个 每次的风险啊 回档的风险啊 而不是去追那个短线的高点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行情可长可久 这行情开红盘之后的行情 我认为是正面 它是会往上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只剩最后一天 下礼拜到底你的股票 要不要报股过年 该不该将你的弱势股 换到金豪斯的强势股 那将是你最后决定的时刻 好把握这两天的时间 跟金豪斯联络上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没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陈禄的谷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通用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代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胆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作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晓 灵活攻守 盛灵追求财货路上的 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再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随大煮吧 好 我给你 走 小心 小心 今天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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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快 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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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6的协助 从妇门照护 服务的协助 以及我的高血腰 高血糖 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 都一一得到了帮助 现在